这个碗我就不解了 这个碗吧 这个嘛 这个是我 大概两年前 我在马来西亚拍戏的时候 我到了槟城 槟城拍戏嘛 其实在马来西亚到处拍 后来最后一站到了槟城 那槟城很多那种古案店 那我休息的时候 我常常会去乱逛乱看 然后看到这一家 这个有点中国风 然后很有很有味道的碗 那看起来又不会太 太虚花 是 对 蛮低调的 对 那你放在家里 也不会有人来偷这样子 那我就跟老板买下来 花了多少钱 大概三万块 对 我整个吓到 这么晚耶 我哥应该拿得更小心 因为我哥喜欢古董 想说买三五块回来 买会给他 他可以喝茶用 所以卖你的那个人 是跟你讲他是什么 什么多久我的古董啊 还是怎么样 不然你花三万块 有点 在马来西啊 宋朝时期的碗 但是它有很多个 其他的这些是很漂亮的 然后这个是稍微一点 下面不太完整的 所以它价格稍微比较便宜 请我把金刚才讲 你要知道 你要先知道它的用途 到底是什么 你觉得他是在宋朝的话 可能拿来吃饭啦 拿来喝茶啦 还拿来喝酒啦 你自己觉得 你觉得会吃什么 我觉得应该只吃饭的 我觉得是吃饭的 吃饭的碗那么小吗 请老板 这拿来干嘛 他说卖他的人说是宋朝 是不是 这个叫做建展 建展 建展是拿来喝茶的 喝茶的啊 而且唯有宋朝才有建展 宋朝的黑幼建展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好 那我们先从说喝茶来讲 唐朝的茶是放在茶壶里面煮 入语的那个茶经讲的就是 把茶叶放在茶壶里煮 这是唐朝的 宋朝的呢 是水在壶里煮 然后倒下去 叫点茶 点茶 你看那个日本的茶道 它就是点茶 把那个铁壶的水倒在 把那个茶叶的末有没有 比如说那个绿色的茶叶的末 抹茶嘛 倒进去 然后拿那个 那个咸啊 就是那个 应该叫茶咸 然后叫做波嘛 宋朝的茶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建展呢 就是黑幼 然后因为 因为这个宋的茶 是白色的粉末 现在日本的抹茶是绿色的 送茶的是白色的 那如果黑幼 然后白末 看起来很漂亮 到了明的时候 抱歉 茶改变了 那个茶是要用葱的 对不对 茶叶嘛 用热水冲到茶壶里面 人家倒出来 这是茶叶的变革 OK 日本有三个国宝建展 第一名当然就是这个德川家康的 那个这个药变展 药变展 建展有很多的幼色 你看那个幼这么厚 有没有 这个幼为什么要这么厚呢 原因就是因为 幼厚的话 它会有一些幼色的变化 比如说兔豪 什么叫兔豪 这样一点一点 好像下雨一样 那什么叫蔗菇 蔗菇就是一种鸟 那那个鸟的蛋 就是一块斑 一块斑 它叫蔗菇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游滴 对 另外就是药变 OK 药变很少 药变看起来很漂亮 那个那种有五彩的光 所以它变成国宝 那如果您这个是 你要看起来你这个是 兔豪 兔豪 一点一点 如果是真的话 是 哇 不得了 而且看起来 看起来很像真的 为什么 你看 建展 对 建展它是在这个福建 的洋水集 这个地方 是我的 的窑口 是 那那个地方的这个胚图 含铁量超过百分之七 是 所以烧出来跟铁一样 看到没有 是有耶 看起来你这个就好像是真的 很像是 他有讲很像是 很像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不知 真的买到宝了 那真的 那三万元就 花得太值了 太值了 那又是真的三万美金 是 那绝不虚假 上网去看 对 所以这种很多零 还是少很多零 就在这边拉锯 是啊 就他的一句话 是 所以来评估一下 来 第二个人 其实 其实你如果真的在中国 在中国大陆 或者在台湾 要找这种建展 比较少 所以有一句俗话 叫做 理师求朱于野 也就是说 你在我们中国 中国大陆找不到 可能你要到新加坡南洋找 东南洋 为什么 因为先民 他们到那个地方去 对不对 他们就会带着自己的茶碗嘛 对 这很合理 合理啊 想念家乡嘛 所以 真品的机会越来越大了 人家可能性了 太好了 来 我们先估一下 这个是不是真的 估调的茶碗 一 二 三 请建架 五千元 啊 什么 啊 为什么 你反应是 好 突然想看犯算错了 是不是 这个好 对 这应该是说 这个整个的这个造型看起来 对 它还是有一点误差 OK 第一 它的这个 这个右舍还是不够厚 不够厚 第二它这个碗的形 这边有一点内敛 对 内缩 内凹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是 里面有点内敛 到时候外面不会有内敛 那整体的造型做起来还不错啦 个头也差不多 但是应该是后仿的 但是也不是现在仿 大概应该是清那个手法 对 所以说呢 那请问一下 它的这个后面这个右的完整度 有没有影响它的价钱 会不会 你要看它 它为什么是这样 右是这样 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它上右 它不是 我们现在上右 它就这样抹在上面 对不对 没有 它那个时候为了要让这个右色很自然 它是这样 浸在右里面 就刚好浸到这边 对不对 手抓的地方就没有了 然后拿起来转圈倒下去 然后再放在这边 瑕波烧 瑕波烧就是有一个铁的 金属的一个 好像小抽屉放在里面烧 所以它才会烧成这样 懂了 这个是正常 送剑斩的一个特殊烧法 但是剑斩这个还是有一点误差 所以我认为它是后来烧的 OK 好不好 好 没关系 接下来 这个有很古色不像的味道 这个啊 这个我记得也是我拍七百岁旅程 那因为全台湾跑透透 那也是拍到彰化剧 然后呢就在当地就经过很多庙 然后我们常常去庙里啊 拍那半都会去庙里拜拜走走 是是是 因为我们经常在山上拍戏 想说去庙里过一下 那个庙里面有一尊佛 我就每天看 回到家 后来回到家之后呢 就想说彰化 然后拍拍拍到台南 我们再拍到哪里 就离平都很近了 就干脆回到家里走一趟 回到家里发现这一尊 在我们家的餐桌桌上 那我说 我说妈 怎么会有这一尊啊 对 我妈就说 那你堂哥就拿来送给我的 对 她说我妈也喜欢 喜欢佛像的东西 是是是 对 这是流经佛 这是流经佛 流经佛 就是表山里面是含有精的成分 不是含有精的成分 对 它就是精 它就是精 流经佛 那但凡是流经佛的话 都是 最少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 这个 这种 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两百年 两百年以前的历史 两百年 那就很有价值耶 真的是古董 那不是 就古董耶 对不对 看刚刚那个碗 都已经是清代的 如果这个 食品观音而已 他越看约认真 我就越紧张 表示有机会 是不是 他才看得那么仔细 那么认真 翻过来看 有人有机会 看起来非常漂亮 而且漂亮 他的那个 是是是 法相 法相也很好 可以肯定的 对 他一定是前清 前清 一定是前清 确定是 手工的流经佛 手工流经佛 对 流经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黄金 把黄金做成金箔 然后把它剪碎 然后再去研磨 研磨的时候粉状 你如果粉状以后 就这样 就这样 对 把它放在这个碗里面 然后倒上拱 拱就是水银 然后把它搅拌 对 搅拌完以后 把它涂上去 它是涂上去的 涂上去 涂上去以后呢 放在蒸笼里面 你有看过那个 蒸小笼包吗 放在蒸笼里面 然后蒸 用蒸的 不是用烤的 蒸五个小时 蒸了以后 为什么要蒸呢 因为水银 它的沸点比较低 黄金的沸点比较高 所以你蒸 那个水银就飞走了 就蒸发了 留下的黄金 在它的身上 OK 所有的这些工艺 有一些都是跟什么 跟日常用品 战争 还有殡葬 有关 有关 那这些都叫挖空心思 那这个就是挖空心思的结果 刘金的一个方向 是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刚刚看那么仔细 又是古董 真是老东西 老建 我们来评估一下 请建价 这价格很好 很好 很好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 刘金的观音像 对 放在家里面 也非常的适合 OK 像又庄严 要好好地来 保管好 清清的 对不对